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大家非常的关注就是在余震的部分了 气象局昨天说呢 余震已经逐渐的减缓 但是从今天凌晨到现在呢 还是陆陆续续有余震 就来请教信仪 有专家表示说 余震突然消失跟锐减有点不寻常 很可能是在蓄积能量 专家又是如何解释的 信仪 好 主播观众带您看到 台东发生强震之后呢 其实从这个17号到20号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呢 其实台湾是陆陆续续发生 这个大大小小的余震 是多达170个这么多 不过呢 但是从这个19号花联着夕 发生规模5.9的地震之后呢 其实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说 余震的次数是大幅的锐减 连气象局都坦言这样的情形 好像有一点点奇怪 那现在根据说 台大地制系的退休教授陈文山 他就提醒说呢 余震突然消失 这个情形的确是有一点奇怪的 但是也很可能表示说 他现在是在蓄积更大的能量 但是我们也可以乐观看待 这样子的情形 只是说未来的一到两周 可能都需要特别的注意 那同时呢 这位教授他也表示说 因为过去这个 池上跟玉里 这边中央山脉的断层呢 其实已经长达四五十年来 都没有活动了 也代表说 他其实一直都在累积 很大的能量 那学术界的人是一直认为说 这些是跟这个中央山脉的断层有关 只是因为过去学术上面的研究 对于这个中央山脉断层是很少的 因此说在这部分相关的研究 其实还没有太多 那对于说余震为什么会突然暂停呢 其实这边中央气象局的地震 测报中心主任 他也在受访的时候指出说 其实余震突然暂停 这样子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还不确定是不是正常 只是说大家也可以不需要太过紧张 就是说现在这个地震余震发生 这个非常频率非常频繁的 这个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 但是说接下来会再发生 这个规模更大地震的几率 其实已经比之前大幅降低很多 因此民众可能就是小心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悲观 在地震过后 很多人去交流 包括像是地震的资讯 甚至有些人开始问说 全台湾哪一个县市最安全 住在那边好不好 结果一面倒 网友都说是桃园 甚至专家有数据来证实 但是比较讽刺的 就是羽球馆的天化班倒塌 就是在桃园 那么请教信仪 你知道的这个专家掌握到的数据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因 包括像是断层 或者是台地地形 可以来背书的 信仪 好 主播观众 持续带您看到 这其实是这个PTT上面的文章 也就是说在这个台湾最近 非常密集发生一些 大大小小地震之后 其实蛮多人就来讨论这个话 那在PTT上面 就有相关的文章是说 到底要住在台湾 哪一个县市是比较安全的呢 结果网友其实一面倒 答案都是桃园这个县市 因为说基本上 单看地理的环境来说是桃园 第一当然是说桃园的这个地形 是台地的地形 那加上桃园 其实也没有位在这个断层带上面 那再来就是说桃园的地质 比较硬一点 只是说三角的这个断层 可能会是一个危机点 种种的原因 所以网友其实一面倒 觉得说桃园相当的安全 那另外呢 包括这个外岛的岛屿 像是金门 澎湖 还有马祖 也都是榜上有名的 只是呢 桃园是最安全的城市 这一点呢 其实专家他也有背书 这是根据这个2018年 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的主任 颜洪源 他就曾经有讲到说呢 因为桃园 他其实没有实际的活动断层 因此呢 他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 应该是说从这个1972年到2018年 46年间呢 桃园发生四级地震 以上的次数 其实只有两次 而且这两次的间隔 只有一分钟 所以表示说桃园相对起来 看起来是非常安全的 那再来就是说桃园是这个台地地形 因此也没有这个土壤异化的问题 所以才会是这次文章讨论里面呢 网友认为说桃园 应该是相对居住起来 安全多的地方 只是呢 比较讽刺的是说啊 这个巴德的这个国民中心的 这个宇球天花 宇球馆天花板坍塌的消息 是在几天前发生 这一次呢 也让大家觉得说蛮讽刺 因为网友就在讨论说 虽然桃园住起来很安全 但是相对这个宇球馆 好像这个构造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说如果宇球馆 还是盖在东部 应该整座都已经倒塌了 因此就有这样子 比较缝丝的声音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这个宇球馆倒塌 其实外媒也相当关注 因为上次CNN呢 就也有把它登上 这个CNN的报道 甚至CNN主播啊 还有就是形容说 这个画面实在是太惊人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虽然桃园是目前 这个网友票认起来 可能相对安全的城市 不过这一次呢 这个宇球馆倒塌的事件 还是让许多人觉得说 好像有点讽刺 那以上是为您掌握的 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非常谢谢信仪哦 那么大家也学会了 桃园就是台地地形 没有土壤异化 所以相对安全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